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这个威尼斯双年展我听到有些人在议论了 咱们知道威尼斯双年展是个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艺术展 可是这次呢说肯尼亚艺术家愤怒了 为什么愤怒呢 就跟是不是跟咱们开世博会一样 不是有中国馆有什么馆有什么馆吗 结果这个肯尼亚馆里啊 只有一个肯尼亚艺术家的作品 别的呢你猜都是谁的作品呢 中国的作品 就是全是中国艺术家 所以引起这个肯尼亚艺术家圈里竟说极大愤慨 您有什么看法 这个问题啊 其实网上啊 或者是在艺术家当中 大家谈论的非常多 我觉得在当今这个社会 尤其是艺术 当代艺术究竟该怎么做的问题 我们应该重新梳理一下 在梳理完之前 先不要对肯尼亚这个单独的馆提出异议 因为在当中解说的方法应该有很多种 在当代究竟艺术是为艺术呢 还是为商业呢 还是为政治呢 还是为国家 我想肯尼亚艺术家 他代表的是 不是全部的艺术家 还是某些人 或者是 这个事情我觉得比较复杂 其实也比较简单 应该 简单来说说 简单来说说 这个150年的 威尼斯双年展的历史就够长了 究竟话语权在谁手里 这个话语权在谁手里 它的主展是一个标志 艺术的标高 大家都想进去 但是这个话语权 一定是在威尼斯 在意大利主办方手里 为了 让许多更多的人介入 也为了活跃意大利的经济生活 于是就出现了国家馆 威尼斯这个馆 这个肯尼亚的馆 是肯尼亚的国家馆 肯尼亚国家馆 从来就没出现过 就像中国的国家馆 在中国经济 经济基础 经济实力不强的情况下 80年代以前 也没出现过 当你有了经济实力的时候 你可以建你的 可以申请你的国家馆 其实这里面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不仅仅是一个文化 或者是艺术 其实呢 我觉得我在 内心还是 很想比较 这一次肯尼亚馆的 参与人的勇气 因为明知 2013年已经引起了一些议论 今年更高调的 几乎都是中国艺术家 就是2013年的时候 也出过类似的事 就这肯尼亚馆里 出来了一帮中国艺术家 也引起争议 数量比较多 今年呢 几乎都是中国艺术家 于是大家就开始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他比如说 我的外行很容易就想 你中国艺术家 为什么不在中国馆呢 他是谁决定的 把中国艺术家 放在肯尼亚馆呢 意大利的解释 就是说 中国的画家 中国的艺术家 中国的参展人 是带有 是做了一件 引起大家 玩而一笑的行为 我觉得它是轻描淡写 它面对了 很复杂的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情况 不是一个文化现象 它不是一个艺术现象 它是一个 当一个新兴的经济实体 出现了之后 在不违反任何 国际规则的情况下 它做出了一些行为 不是以往大家见惯的 所以就 不违反国际规则 就是说 在我这个完全不懂的 外行的 假如我去看展览的人的 这个眼光看来 就是说 在肯尼亚馆出现的 不一定要是肯尼亚人 对 就像其他国家的馆 它可以邀请 或者其他的国家的艺术家 可以申请介入 但一般的来说 都是国家行为 只是它都太集中了 它应该去很多不同的馆 它为什么都到肯尼亚呢 它埃及馆 巴结苏坛馆 都去去 我看到一些公开 它有公开的报道 好像是也是在暗示 就是什么 就是肯尼亚这个国家 艺术没那么发达 然后呢 这个所谓策展人嘛 这谁选择什么 什么艺术品来摆到某个馆里 好像是意大利人帮他们决定的 这个里面呢 是这个主策展人 就是肯尼亚馆的主策展人 他牵头替肯尼亚申请 这个国家馆 如果没有他牵头申请这个国家馆 这个国家馆就不会存在 这个申请一个国家馆 他里面有一个资金的问题 参展艺术家也有个资金的问题 肯尼亚这个国家我们了解 都比较了解 他从国力到艺术家的 经济实力都达不到 使这个馆出现的可能性 于是就有很多人来做 用这个馆的名义更多的使自己的艺术家 在那得到展现 那么中国艺术家呢 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呢 或者是其他 或者是艺术作品好 这我不变评价了 那么参与了这么一个展览 但是在参与这个展览 我就不想过多的讨论这个经济问题 因为不是我的专业 我想从文化理论上来讨论 我不认为它是新殖民主义 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挑战了老文化殖民集团的 这种当代话语权的地位 比如说二战之后 现代艺术的话语权在法国人手里 Beki Guggenheim用他们和美副石油 他们的经济实力 深深地把现代艺术的话语权 从法国分了一半到美国 接着到了达达主义这一块 后面的就是美国在唱独角戏 前面的现代主义是法国 后面的就是美国 中心就从巴黎转到纽约了 你说是Guggenheim和美副石油 他们是用经济土豪炒作 他们是殖民主义 他们是当你的国力 升到这种情况之下 之后你的艺术家 你的民众的要求 是正确的路子也罢 是你习惯的也罢 你不习惯的也罢 你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 它自然会发生 那么这些中国作家的话 出去跟中国没关系是吧 不是我们的国家行为是不是 还是他们自己的 是他自己的 跟我们大使馆啊 现在的问题就是肯尼亚国家馆 肯尼亚国家政府有没有出来发言 所以说 我想到一个一个不太不一定合适的 但是有点相似的情况 上海世博会的时候 最热门的一个馆叫沙特馆 沙特馆你进去排队排七八个小时 进去看跟沙特没啥关系 是一个好像是香港啊 什么公司做的一个大型的三D 还是四D那种一个一个 你进去看过没有 沙特馆 就是排要排很长 对就是天旋地转 全部是高科技的出来 我不知道当时沙特的 他们是怎么想 反正那个馆里边的内容 跟沙特还真是没关系 是个香港馆 感觉是一个高科技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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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们节目就讲得很深 是吧 我都担心观众是不是能够听得懂 但是我觉得可以要跟观众讲一个词 其实我觉得有些人需要明白这个词 就是话语权 就刚才曹老师讲的 话语权这个事情 很多人没有往在这个角度想过 其实它非常重要 对吧 因为照我们外行的看法 您来评断评断 比如说我听到的传说是什么 对你比如说现当代艺术 你发展到一种啊 外人看不大懂的程度的时候 这个需要 那就我们听谁的呢 对吧 你是权威 你是权威 你就说这是好的 对吧 这个应该是是最好的艺术 好 这个中国现当代的这个艺术啊 它是跟西方的有种什么关系呢 好像西方过去是大拿 对不对 你这个现当代艺术 美国人说了 或者像您说的 法国人说了 哎 你们中国的这个艺术啊 好 甚至我过去还听那家伙阴谋论的 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金 对吧 就是拿钱 这为什么前几年 中国的那个 有的当代画家 我没法评价 就他画的画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但是呢 这几千万 或者很高 是把中国人画的蠢蠢的那一系列 对对对 还有很多奇形怪状的一些一些一些装置吧 对吧 但是问题在于啊 价钱很高之后又经历了大滑坡 这是为什么 就曾经被捧到那么高 但是又曾经卖都卖不出去了 又变成 那么我听到的这种阴谋论就是 那就是西方的这种资本 他们利用他们的话语权 哎 当代艺术这事 你们中国得听我的吧 我封一个 他是最伟大的 他最值钱 甚至我就收 到最后价钱上去了 我就卖 基本上是这样 你看看 基本上 有这种有这种炒作的可能性 有这种可能性 有这种可能性 是因为艺术潮流风向转变 影响了这种市场的上下 还是说根本市场在操控这种潮流 所以我觉得这两者有点区别 其实这个风向啊 是这个风向 它不是自己的自然风 这个风向肯定有操控的可能性 又回到刚刚文涛说的 这个话语权问题 就谁掌握话语权 二战以前 你在巴黎得到认可的艺术家 你就是世界著名艺术家 二战之后 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后 在纽约得到认可的艺术家 比如咱们中国的画家 都蜂拥到纽约 开国之后 开放之后 口号就是 你在纽约成功了 你就在世界成功了 对 那么会不会有一天 你在北京成功了 你就在世界成功了 有可能 所以这刚刚你提到的这些问题 基本上就是 谁掌握话语权的问题 你说到那些艺术作品 我觉得一下像 徐老师有提到的这些作品 一下把它们都否定了 可能有一点 不客观 不是 语心不忍 你要说它完全没有背后的炒作 也不是那么单纯 情况还是比较复杂 各种情况都有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花语权在谁手里 谁掌握作品的走向 倾向 风格 内容 所以这个就是涉及到 对艺术爱好者来说 它实际真的就涉及到 艺术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了 比方说过去 你比如说是伦伯朗 到伦伯朗 包括以前的这个画 就是普通我们不懂的人 也知道画的好看 但是是这个艺术发展到了 今天来说 对于外行人来说 真的是只能听信 话语权 否则的话 我们怎么知道 比如说杜尚 把一个小便池捣过来 这就是艺术 这跟我们过去传统上 认为美好看 这些概念不一样了 是 这个问题 其实你问的非常有意思 而且非常深奥 非常高 那么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 我就想到 好多年前 将近十年前 我去了一个中国的 大藏家的家里 第一句话告诉我 曹老师 你看这张画 我说 真写实 原来你收藏的都是这个 曹老师 别跟我说理论 你看这杯子 画得多像 透亮 里面那水 你都想端起来喝 我说 原来中国的写实油画的导向 是宁阁下引领的 他说 我喜欢的画家 我就买多少多少张 我在生意上 我就送人 基本上就是这批人 引导出来 这么一个油画的写实 这个写实风 走到一定程度 现在写实风 好像又有一点下去了 大家 我从09年跟着 我回到中国来 做过一些展览 09年 我们 我的一个展览 叫做 物像画镜 传统思维的当代重塑 就是想找一个话语 中国本土的一个话语 中国的美学理论 这是徐老师的强项 美学理论 或者是历史传承 咱们的这个文脉 几千年 怎么一定非得续到西方的美术上面 我一定要找一个中国的东西 你说白了 诺贝尔文学奖 不也是西方话语权吗 一个作家 只要你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那你就是全世界公认的 这算是西方吗 当然 但是他尽量做到比较普世 因为各种各样的讲 大家这么多年 虽然他有很多遗漏 也有很多班的 大家不服气 但总体来说 他还是相对比较权威的 对 所以我还有一个很俗气的问题 要请教曹老师 就是作为一个外行 怎么就是 我该怎么分辨一个 现在中国的当代的艺术家 他是艺术家呢 还是骗子呢 这个问题实在太难回答了 非常难回答 这是几千年的问题 其实应该说 现在是最难判断的一个时期 就像人们对艺术品 就是货卖要价 你喜欢它就值钱 你不喜欢它就是骗子 但是这个喜欢的标准 诺贝尔奖是一个标准 艺术上没法定一个标准 我在纽约看它那个博物馆 就在国会边上的一个博物馆 然后走到前面部分 我以为它在装修 你知道地上有一个水桶 然后有一个扫帚 有一个什么油漆之类的东西 我以为哎呀 我现在它这里还在装修 我差点跨过去了 就被人叫住了 原来那在我前面的这个装修的装置 是一个艺术品 对啊 是个艺术品 你不小心地踢到那个牵筒上 那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句话 其实艺术越发展到今天 我们大众越无知了 就是越依赖专家的这个评论 对不对 你的角度 你的问题的角度 我发现你隐隐的有点从收藏的角度 就是说到底这个东西 它的意思是说你是你是好东西还是骗子 对啊 就是它的价值在哪里 你知道我关心的角度是什么 我真替那些学美术的学生 就是一生想画画的年轻人 我觉得它的困惑应该更大 我见过这样的年轻人 那一种相信就是说古典的相信 就是说还是艺术是有好坏的 我画的好了 我将来我这个画就会有价值 就会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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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旁边的他的同学就跟我说 根本没这回事 这些有名的画者的画 都是被炒作的 被市场操控 被什么什么舆论的 那你说这种操控舆论 我们从理论上研究是很有价值 从收藏价值也非常关心的必要 但是对于学美术的学生来说 一早就知道这些事情 是不是很很fustrated 我还想刚刚我说的那个展览 我们想见的就是面对着 刚刚你们提到一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话语权的问题 一个就是艺术判断的问题 艺术品的判断问题 我们前一些年就是跟着西方 西方走什么我们走什么 你刚刚说的那个铜啊 那叫现成品 就是就是度上那个小便池发展出来的 如果这是一个判断标准 那大家都往这个方面走 可是到了某种情况之下 中国改革开放要找到自己的话语权 这个时候就要 比如说前几年有一个画家 朱乃正说 中国的艺术不需要西方认可 他就喊得非常响 为什么中国的艺术需要西方认可 这个觉得非常好 就比如说西方的古董收藏家 他并没有来求中国人 他要让中国人替他建立 他没有说你不喜欢收藏的 我也跟着不收藏 你喜欢的我就跟着收藏 他的品位还是由他来决定 但是你比如说 我觉得如果说是这个当代水墨 是吧 那么话语权应该掌握在东方人的手里 好像更有这个源流 但是你比如说 现在很多这种所谓现当代艺术家 做那个破烂玩意儿 不是 我就说这个破烂玩意儿 连破烂玩意儿 它都不是自己的创意 人家不都抄出来了吗 都是西方那个英国的那个 现当代艺术博物馆 美国的现当代艺术博物馆 都能看到原型啊 你就连做这个破烂玩意儿 你这个创意都是抄别人的 那么这个东西 你说这个标准 怎么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呢 这个标准呢 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大了 我觉得都变成了文化部的 这种思考格局了 没有关系 这儿做过文化部部长 其实这个不是一天 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你说那个破烂玩意儿 其实需要经过这个破烂玩意儿 这个阶段 比如说日本的南华 他当年到中国来看到中国的残画 买回去的基本上是破烂玩意儿 包括持大牙 在南华界已经是相当 在日本都是神画圣的人 他的东西可能在中国的一些画家眼里 是属于画的比较不好的 李克远先生曾经说过 富岗铁斋的水墨画 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我那天跟李先生一起去看 那年轻的时候李先生说 这个日本的水墨画家 就铁斋一个人得到一点点中国的争传 你去跟西方去 你用西方的标准 西方人他的艺术体系 将来永远是像李先生 用咱们的水墨评价标准来评价日本的 日本人当然不跟咱们讨 用咱们的体系来判断他们的高低 我们为什么要去跟西方 自己去送上门去自找其辱吗 所以说咱们还是 最后什么看不懂的时候就看价钱 对咱们还是不太不太懂 咱们眼镯也可能都不是破烂玩意儿 是这个艺术 看价钱 不是 现在我有时候觉得 就是说个别的少数的 这个搞艺术的人 我老觉得好像跟我们是同行 他整天想着的是推广 是出名 你知道就是我能够 话语权 对 我就是话语权 对吧 我勉强我能够欣赏的 我可以欣赏安迪沃侯 美国的这个 对吧 当然也有些人说他这种 那是不是因为他也出名了 你看 假如你不知道有安迪沃侯这个人 也不知道有这个现象 你突然某一天看到一个 我注意研究了一下 安迪沃侯的这个 我注意研究了一下 安迪沃侯的这个传记 他身上的确表现出这种特色 就是说 他是 就是毫不犹豫的要出名 毫不犹豫的要出名 像你知道吗 像咱们这个还纠结 拍不拍广告啊 走不走红地毯呢 你这种都是古典范儿的了 对于安迪沃侯来说 他是主动的出现在任何一个 时装派对 明星云集 他不但去 而且还更夸张的 郭敬明是学他的 郭敬明 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曹老师提出来的 我认为是中国社会当务之急的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不光是在艺术上 话语权混乱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在一切文化方面 现在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比如说什么样的电影 在中国观众看来叫做好电影 你觉得这两年也晃了范儿了 就是说什么叫好电影 什么叫高票房的电影 这个话语权在谁手里 包括这个小说 包括你发现没有 连诗歌都发生争论 任何一个人写的诗 都会行不成一个共同的一个认可 就是说他叫好 对吧 那好像我们在很多 包括这个品位上 什么标准 家居的品位就是这种欧洲 对吧 实际上我觉得也是假欧洲 但是以此为时尚 以此为高端 就是你会觉得在这个审美 文化这个领域 是不是咱们进入一种 听谁的这么一种困惑 徐老师 我的感受就是 我对自己这一行 我不会乱 隔一行我就全乱了 你们讲美术 讲收藏 我真是乱了 我就根本搞不清楚 同样这个东西 你说六万 六千万 我都分不清楚 所以这个就全 但是你要讲我研究 比方说小说 那我就非常清楚 我就知道哪些小说是好 哪些小说是不好 最近有一个人 在发牢骚 说 后三十年的小说 有哪个在歌颂前三十年的 很尖锐的这个话 仔细一想 说的还真对 就文革以后的小说 我们出现了一个文学高峰 那么多的小说 没有非常认真 在歌颂前三十年 更不要说歌颂文革 前三十年包括文革 但为什么没有呢 这不道理很简单吗 我真想看看有小说 真心实意的歌颂文革 要是你能写出来 你能歌颂 你是一个伟大的小说的话 我真的期盼 为什么没呢 难道这个世界上的人 没有人想专营的吗 没有人想符合主旋律的 没有人想得到好处的吗 不是 歌颂文革是什么主旋律啊 不是 那我们现在这样来说 就用他的原话来说 后三十年的小说 真心歌颂前三十年的 明白吗 我就在想到 为什么没有呢 不是说没有人想投机 不是说没有人想拿好处 不是说没有 就是问题是小说文学 它有一些基本的标准在 你要造了一个想法去做的话 你写不出来的 人家不认可的 你自己也过不了这个关 这是在我看来文学 但是一道话 我就搞不清楚了 曹老师清楚 我也不清楚 我自己感觉 因为离开中国这么多年 远距离的看 尤其是在欧洲的社会 美国的社会 包括日本 你观察一下之后 你发现 这些社会 它没有把原来的文化精英阶层 彻底毁掉 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精英阶层毁了 毁了之后呢 新的精英没有建立起来 红色贵族 它的这个文化标准 价值标准 自己都没有一个认同 自己都没有一个标准 红色贵族应该怎么做 红色贵族应该怎么走 红色贵族的道德规范是什么样的 红色贵族在遇到什么事情怎么做 但是以往两千多年四千多年 我们这些贵族都是有规范的 有传承 有传承 晋升阶层 他怎么做 我是这个家庭出生的 这事我不能做 现在咱们没建立这个规范 于是就是一片 谁怎么都可以 我也不服你 你也不服你 咱们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 相对认可的价值标准 你别看美国这么一个多元的社会 它的相对的共同认可的标准 就是我是美国人 我认可宪法 宪法高于一切 它有一个可认可的东西 美国人可能不认可英国的贵族 那种生活方式 但是他已经建立了一套 美国式的这种高端文化人的生活方式 那可能英国贵族还瞧不上他们 那他肯定互相有矛盾 美国贵族是个什么范儿 跟英国贵族有什么不一样 美国贵族 其实美国贵族的重要的一个标准是 收藏艺术品 是吗 是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在英国人眼里 他土豪现在这个土气比较 慢慢就退掉了 已经是减多三百年 稍等 在英国贵族族的中国贵族